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講到這個微電影 你憑這個愛西斯豆腐 就贏了這個最佳影片的 微電影的大獎 其實微電影 我想很多人都懷疑這個定義 究竟跟短片有甚麼分別呢 怎樣才可以拍到一部 即是出色的微電影 其實微電影的定義 首先很多人都介定是短 短是對的,但除此之外 一定是在互聯網傳播 第二,它一定有廣告推銷成分 但如果我自己拍攝 沒有廣告推銷成分 莫非這個也不是微電影嗎 例如一個剛出道的年輕人 或是我們的學圈派 都會有畢業作品 你會否很用心去拍攝 其實你擺了很多心思 但你未必一定會找到贊助 但當時你找不到贊助 又不知推銷甚麼的人 正在推銷成分別的團隊 也不是自己 其實你已將自己作為產品 推銷給予人 希望找一份好功 當作是一個履歷 去出發點 你的意思是 微電影有三個元素 第一,就是短片 第二,一定要在互聯網 因為現在的媒體 就是在互聯網的世界裡 這是必備的 如果你說在電影或電視 這就不算是微電影 對 即是它誕生於互聯網 互聯網 第三 第三,就是它一定要… 一定要推銷… 推銷一件事 一件事,無論是商品或自己 沒錯 好,你這個愛西斯豆腐 很明顯我聽下去 就是推銷這個旅遊景點 對嗎 大家都知道 因為它的主辦單位 除了是央視之外 其實它是當地的旅遊局 當地的旅遊局 當然希望我們可以拍攝 它的地方美一點、美一點 我想微電影時間短的關係 我想有幾個要求要特別高 攝影,是嗎 對 另外呢 還有就是音樂 因為我覺得微電影是一個… 其實是來自甚麼呢 我們很喜歡看音樂影片 其實音樂影片也是一個很好的微電影 那種拍法、製作方法 所以我認為一首好的歌 是墊著底 其實可以令別人的心裡 或者覺得更加會投入那個畫面 所以其實很基本的 一部影片也是影音 也是很重要的 當然故事也很重要 是,說到微電影 我們也知道時間短 而且感覺好像資源有限 其實微電影有沒有一些… 原來是很大的製作 你自己看過 其實微電影… 我覺得… 譬如真真正正說 商業微電影 這兩、三年有一部 叫一觸即發 是 找吳彥祖的 是內地一部… 一部車 是美國品牌 它做了一個廣告 可以說是近年一個比較龐大製作 它有特技 又有一個很出名的 高薪價的男演員 大家都覺得這條是一個… 近期來說 是挺值得作為微電影的標準 而且也很高價錢 對,因為微電影 以往我們的感覺就是 生產商想用一個比較便宜 廣告商用一個比較便宜的方法去拍攝 而它現在這一部一觸即發 就是用了一種 簡直是廣告的規模 是 擺放在互聯網的世界上出現 是 會否有一點而… 其實你有一點問得很好 但我想說 微電影千萬不要跟價錢有甚麼關係 微電影在我的立場來說 不是代表便宜的 只不過你投放的方法不同 而且你要放進去的資本 你放了很大部分的 可能要在互聯網傳播那邊 就不要浪費在傳統媒體上 因為大家都知道 傳統媒體要定時 要定甚麼才能給收視量 其實已經開始不夠準成 是 廣告商很多時候都要求精準投放 所以微電影應該是精準投放的產品 說回你參展的那部作品 其實在48小時內 要拍一部微電影 我想應該叫速電影 是… 因為48小時內 例行者100公里就要48小時 小弟也參加過 不過很差勁,就不說了 是… 你那個48小時內 你究竟一定是按遲完成的 對… 有人是按遲完成的嗎 其實有,有一隊是按遲完成不了 我也不怕說 因為遲些會出門 就是北京田徑學院 北京田徑學院 北京田徑學院 這些是學院派 對… 他需要甚麼呢 可能要求高 或者中間也有些事情想做 但做不到 但我想說 今次我帶了幾個香港年輕人 一起上去 其實在電視機旁邊 是發揮到香港人的精神 就是懂得如何管理時間 對,這兩個是很重要的 靈活 是怎樣的 你的48小時是怎樣分配的 48小時一開始… 其實就是… 抽了一些題材 因為48小時,你算下去 橫跨了兩萬 一開始抽了之後 已經是那晚的12時 12時就知道 你要拍甚麼題材 要有甚麼題材 要量度 要量度,好 你還沒量度好之前 我就叫大家回去睡覺 你這麼划算 一接到就可以 我們回酒店睡覺 翌日早上起床 對,睡了六個小時 睡得著嗎 因為我睡不著 全隊人都睡得著 特別是演員 對嗎 你作為導演和監製 第一時間收到 我們要拍甚麼 都不知道拍甚麼 先睡覺 好,明早6時起床 那6時起床之後 究竟是怎樣 我不知道怎樣跟他交代 所以大家一起睡覺 翌日早上 我便立刻想想 身邊有甚麼特別的事情 我發現我六個團隊 是香港人帶過去的 其中一個… 另外加一個是旅遊導遊 我便開始發掘導遊 到底有甚麼特別 如果發現這個女生 她是輪胎店的老闆 她們一家人的背景很清貧 我便用她來作為主線的故事 其實當作故事的過程 你自己一人完成了 其他的演員… 其實不是的 我覺得… 我應該說 所有的故事 都是我們一群人有份創作 因為一開始 我也知道我自己作為香港人 我怎樣寫的劇本 都不會寫得好 所以我沒有寫劇本 沒有非子仔 當時有個演員也說 為何你們原來香港人 在傳聞中說是非子仔 即是黃家衛就是非子仔 黃家衛懂 你更厲害 比黃家衛更厲害 你從現場連連子仔也沒有 那怎樣拍攝 因為遊戲規則 不容許你再有這些細節 第二就是 因為我的語言系統始終是香港人 所以寫得好的劇本 分分鐘就是他們會唸對白的演員 所以我就不用他們寫 我就說這場戲怎樣演 那你就自由發揮 說真的,你拍戲也知道 第一個鏡頭一定不是最後的 對嗎?一定是NG NG都三、四個 我也聽到那個對話 我就收過一下就是那個 對,所以我覺得這樣拍法 在極速、極拍的方法來說 是生效的 拍攝的時候只是一個…不斷撞出來 沒有一條計劃 對,是碰撞的 但他給了一條計劃 就是我們一定要在遊戲規則裡 以愛心為主 我就沿著這條路走 好,拍了一天 然後回去又睡覺了 然後第二天又怎樣 也有結尾 當我擁有一個輪胎店的背景 又有這麼幸福的小店 那對男女本身都是一對情侶 他有爭執 很明顯有爭執的東西 當然是被這個幸福的小店化解 那輪胎店也是抽回來的 還是在哪裡… 輪胎店就是我那個… 他編排的一個導遊 而我發現他家裡是開輪胎店 我就去輪胎店 當作是一個背景 即是順手捏來的 順手捏來的 那些劇情都是… 我認識到一個人 可以借用 那就抽回來在一起 加上,我想跟你說 就是我們三個主題 有一碗西施豆腐 我想下去,你怎樣也好 你也要加一碗豆腐 我就發覺 原來在輪胎店裡 吃的那碗豆腐是熱騰騰的 雖然是窮人吃的豆腐 但香噴噴熱辣,充滿幸福 但在很高級的餐廳 一對熱戀了七年的情侶 開始有冷感 開始大家冷戰了 那碗豆腐是冰凍無味的 兩碗豆腐蜜很大對比 即是你結果用了多久時間拍攝 大概用了32個小時 即是還有… 因為中間睡覺 我剛才說自己賺自己編排得好 真的,我覺得到時候 幾對人一比較 你就會覺得… 其實很多名款都會說 如果你拍得出來,可能很完整 但最後我覺得我們可以表現 我們香港人那種會鋪排東西的精神 我想時間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對,很重要的 大家都不想有一些演員 趕著,又或者沒有時間拍攝 心情緊張,甚麼都不行 但像我們這樣做的節目 我們也要看時間做人 差不多了,對吧 對,所以今天謝謝Vincent 來跟我們說拍微電影的經歷 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有時會看到有些鏡頭 會跟著演員到處走 但攝影機其實沒有腳 到底怎樣拍攝這些鏡頭 今天我們請到資深電影人 唐哥為我們介紹一下電影的輔助器材 就是我們身後的PV多里 對,唐哥,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部PV多里 到底平時在拍攝時有甚麼用 這部PV多里叫油壓升降車 其實它最主要是代替一個機腳 是 它是用油壓來做到升降的效果 而且可以在一輛車的時候 可以推前推後 配車軌也可以,不配車軌也可以 對,即是說如果我們要拍攝一個人 看著他周圍走的時候 可能前面他想拍攝一個 他看到的景象非常宏大 他就可以推高,即拉高那部機 好 這樣就會看到畫面更加視野富有 沒錯,在畫面上 可以配合到導演的設計 從低到高,可以很靈活地 這樣可以滿足導演的要求 我們平時看到一部機 要拍攝它周圍走的時候 我們要鋪軌 我看到我現在身後這部機 沒有這些軌道 這部機是否有軌無軌都可以用的 沒錯,如果沒有軌的時候 就可以用它本身這幾個輪圈 走在平道上推 如果需要車軌的時候 也可以鋪了車軌 然後將這輛車放在車軌上 就可以推動了 即是說我們看一部電影影師 裡面的鏡頭 活動的時候 原來也需要這麼多電影氣場輔助